那我们开始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Logs图学习研讨会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刘泽民 我自己呢也是做这个研究图学习的 主要是做这个图嵌入图神经网络 以及那个图上的非晶合学习等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这个Logs图学习研讨会呢 主要是由深度学习与图网络发起的 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一线科研人员和鼎慧的论文作者 进行一些分享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 研讨以及学习的平台 旨在让大家深入了解图学习 以及推动图学习在行业的快速发展 对 那个小伙伴们也可以 也可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B站 对 然后以及这样可以了解一些最新的日程 以及网期的一些精彩内容 对 在今天这一期呢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 分别是那个基于图数据的 鲁棒机器学习 与图机器学习应对金融气炸 对抗攻击的精彩报告 今天我们的第一位老师呢 是来自于复旦大学的许家荣老师 徐老师呢 现在目前是复旦大学青年副研究员 他于202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2019年访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主要研究方向呢 包括网络表示学习 社交网络分析 数据挖掘等领域 相关研究发表在KTD Nips Triple AI EJK TKD TKDD等 学术会议和期刊上 也分别担任了 比如 KTD Triple AI WSDM等国际会议 国际学术会与 程序委员会委员 以及TKDE等期刊的审稿人 他分享的题目是基于图数据的 鲁棒机器学习 当然小伙伴们在收看Talk的同时 也可以欢迎在那个互动区留言提问 或者也可以通过举手的形式 方便来开麦 以便和这个speaker进行交流 对 行 那我们下面有请薛老师进行分享 好的 谢谢刘老师的介绍 我先分享一个屏幕 刘老师 你好像要停止一下共享 好 我先停止一下 好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了 好 好 那线上的小伙伴大家好 今天这个也是非常高兴 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关于图数据上的这个鲁棒机学习的一些进展 那开始前呢 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其实也是一名新的老师 我其实是去年从这个浙江大学PhD毕业的 而我的科研导师其实是这个浙大阳阳老师 那之前也访问过在读PhD之间 我访问过这个UCLA 当时是和这个也是在做图数据挖掘领域的 孙一周老师进行合作 对 然后我是去年年底入职了 复旦大学 这个管理学院任职这个青年副研究员 那现在我和我学生在做的一些研究呢 其实主要是基于我们图数据 或我们说这个网络数据吧 那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像社交网络啊 金融里的交易网络啊等等 对它可以是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 social network也可以是一些比较general的一些信息网络了 对那我们在这个上面呢 其实主要做以下四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 基于图的乳棒学习 或者说是乳棒图模型 对因为就我们现在啊 包含不管是在图像领域 还是在NLP领域 关于这个安全性 以及网络中的攻击和防御问题 其实是日益进入大家的视野中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去做一些更安全 更乳棒的 以及更有抗胀能力的一些模型 不管是工业界的同学 还是说我们这个学界的朋友来使用 对那在此基础上其实 其实延伸一下就是我们第二个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想说那既然你这个图上的乳棒性这么重要 那你的攻击者或者说你的这个模型 他到底能不能够去保护用户的隐私呢 或者说如果你的用攻击者能够反过来推出你模型 比如说训练数据的一些隐私 又或者说我们举个例子吧 就是像大家一般现在很多同学都会用到这个大模型 预训练大模型 那在你去release这个预训练大模型的时候 一般工业界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操作 就是他想说我要保护自己的数据 但是我不去release自己的数据 但是我可以release我的一个不劝好的模型给你去使用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知识又可以共享你的data 又可以保护在自己的自己的这个客户端 那这样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一些攻击者能够通过你的现在这一系列的流程 或操作能够反推出 比如说你训练的一些样本 或者是反推出你模型里的一些机制的话 其实是对我们的数据提供方式一个非常危害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这个privacy preserving 隐私保护啊以及隐私计算啊 以及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联邦相关的一些场景 对 那第三部分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通用的一些图运训练模型 对 那最后因为我现在其实是 我其实是一个功课背景出身 但是目前是在管理学人认识嘛 所以相对而言也会做一些交叉 会做一些像计算社会学啊方面的研究 主要就可能用一些计算机科学模型去解决像社会学啊管理学一些相关问题 对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也会在发表作文的同时 也会跟一些企业合作希望我们研究成果的当时会受益嘛 所以也会相对而言也会有一些比较practical的场景 那就再拉回我们的正题啊就是我们今天的talk其实是就一个安全领域非常重视的问题 可以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异常检测嘛 可能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个问题 那我们我这里就举了一些例子嘛 比如说电信行业它什么一年啊就发生了5亿起电信诈骗 并且造成164亿美元经济损失等等等等 啊这这我在我就不再赘述了基本上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场景 那包括像在这个金融领域我们信用卡欺诈它可能一年就会造成这个278亿多元的这个经济损失 那在我们呃其实对于业界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急切的问题怎么去把这些异常给检测出来 对那怎么做呢其实我们这里就以前面说那个那那那这么多场景里面的一个金融领域的场景为啊 切入点来引出一个我们的研究工作 那在金融领域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也是和信业科技啊这个公司开展一些合作 目标呢其实就是帮助他的这个在线贷款平台啊 去识别那些啊异常用户 所谓这异常用户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些逾期不还款的那些诈骗用户对吧 那按行业规定 其实我们认为就一般你一个用户逾期不还款超过90天 我们可以就称之为他这个诈骗用户 那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用机器学习啊去做这件事情 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传统工作是怎么做的 这个传统工作呢 他往往是根据用户一些历史接待记录 来去预测他之后是否会有一次的这个行为嘛 比如说哎我可能每个月周期性的向我们的这个平台去借1000块 但是我这个月突然就是去借了10万元 哎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你这个人有点习惯是吧 啊那我们这个传统的机器学习啊方法就会通过你的这一系列的历史的行为来去判断哎你未来到底是不是会有一些异常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在比如说像我们的跟新也合作的这个在线接待平台中有很多用户呢 他是一上来就要去借钱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他的一些历史接待记录 对吧 他一上来就我不跟你废话 我就是想先注册一个用户然后去骗你钱 所以没有历史接待记录的时候怎么去做他的这个啊 去识别他是否会有预期行为 其实就传统的方法可能就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了 所以这就引出我们就为什么要在图数据或我们说这个网络数据上去做这件事情就啊 对吧就这个图数据其实也是就我刚刚前面讲的是我们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一个数据结构也是一个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图数据上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在我们前面的场景里我们发现啊我们根据用户历史信息其实是没有办法拿到的 那怎么办啊是不是可以去利用一些用户的其他情绪啊 对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很幸运的就是在这个目前的借贷平台中啊 一般来说你一个用户他想要去发生这个借贷记录 他想去往系统里借钱 他可能大部分情况都需要去提供自己的这个通话记录的 对吧那当然这里我们通话记录基本都是原数据就没有任何通话内容的啊 并且经过一些多明的处理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根据他这个额外的通话信息去构建一个通话网络了 就比如说你两个用户啊他发生过通话 我们就给他够一条边啊又或者是你可能更严谨一点就是两个用户 他在近期内发生过通话的次数或者是通话时长达到某个预值 我们就给他够一条边那这个边呢我们就假设说可能是用户和用户之间的这个社交关系 是吧那在这么一个 嗯构造过程中啊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规模的 我们看可以有包含这个110万用户15啊15亿的这个通话记录的一个通话网络 而我们的目标就可以转换成在这个大规模通话网络中 怎么把蓝色的正常用户和呃红色的这个异常用户 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用户给区分开来 对吧那呃在我们拿到这个网络以后 比如说我们想去query中间这个蜘蛛侠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哎我虽然不知道你这个蜘蛛侠任何历史的一些借贷行为信息 但我们可以通过他周围的朋友去看 他是不是更有可能是一个正常或异常的用户 比如说你这个人周围的朋友全部都是到性物等级的人 那他也更倾向于是一个啊 性物等级比较高的一个人 对所以呃这就变成了我们怎么在网络上去做异常检测 所以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拿到了这么一个网络 包括我们前面说的你怎么在网络上去做一场检测这个事情 可能会哎觉得这不是蛮好的吧 就是这这样做的话其实也是挺好的 非常的happy 但是嗯但是问题又来了就是说我们拿到这网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assume说你这个拿到网络就表示用户之间真实的这个社交社交信息对吧 但是其实你的现实生活中就不太会这么乐观了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们这里引入你在这么一个网络中啊去做这件事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你获得的网络数据啊 它是包含噪音的啊这些噪音可能一部分是你数据采集导致的 另一方面有可能是比如说你用户的一些通话信息它其实并没有特定的物理或者是特定的这个社交语 就比如说还是以这个蜘蛛侠为例啊 如果这个蜘蛛侠它在你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啊 它是一个外卖员是吧 那你这个外卖员它其实每天都会和非常非常多的顾客啊去打电话进行沟通 也就是说它其实会演变成一个度非常非常高的节点 那并且它的大部分的领导都是这个顾客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不太能通过你这个构造这个通话网络 它周围顾客的信息去反推你这个中间这个外卖员 它的一些信用等级 对那这其实就是说归约到我们第一个研究问题就是 在一个噪声网络中怎么去更好的去防止噪声对我们涂抹性的一些干扰 来去得到更鲁棒的一些议测结果 对那这其实就是我们要今天要聊的第一个问题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你们会发现你在做我们这个封控场景的话 还会遇到一些更严重的一些challenge 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七大用户 他其实非常的smart 他其实不会做以代币 他可能会说想要想方设法去绕过你对他的这个检测 比如我们这里 丰富模型想要去识别右上角这个本拉登 就在本来这个网络里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看这个本拉登它尤其只有一个用户 并且它的用户也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异常用户 那这个图模型自然就会认为说你这个本拉登 它可能是异常用户的概率也比较高 那这个本拉登呢 它就作为一个可能比较smart的一个异常用户 他也非常狡猾 他可能想要去躲过封控模型的检测 那怎么办呢 他可能去故意给一些高性用等级的用户去打电话 从而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假象呢 造成一种这个本拉登仿佛是被一群正常人包围 对吧 那在这一群正常人包围的这个场景下 过程中啊 他其实看起来也会比较正常 对 所以这个例子就归约到我们的第二个 今天要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就是怎么去应对这些比较狡猾会反击的这些异常节点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网络中的这些攻击者 或者是网络中的这些对抗攻击的手段 怎么去防御这些对抗攻击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对 那我前面就是举了一些真实场景下的例子 然后来引述我们研究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研究问题在真实场景下 他到底是可以帮助从什么角度去去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研究本身啊 那我们研究本身刚刚也讲到了 一个是想说去探讨你网络有噪音的情况下 你怎么去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 那一个就是当我们网络被攻击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说你这个攻击是不是一个可行的 或者说你受到攻击以后 我们无模型怎么让他去提升他的乳膀行从 让他免疫这些攻击 那就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网络有噪音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消除噪音对模型的干扰 OK 那这里呢我们首先对这个噪音网络啊 去中的两种类型的这个噪音边先去做一个定义啊 就是一般我们在现实场景下观测到的 无非就是这两种噪音边 一种就是noisy link 那noisy link就是那些 就是你在真实场景下可以观测到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并不存在的一种类型 类型的一些边 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这个missing link missing link就是它其实实际是存在的 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观测到 这里几个例子就比如说 以我们用户的一些转账行为来 去构建关系网络的话 那你一个银行可能只能 有他在本行的转账记录 他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个用户 他在他行的转账记录 那这些他行的转账记录啊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missing link 对 那有了这么一个定义以后呢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非常直接啊 就是我们 given你一个噪音网络 你做的 就是你做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把这些noisy link给remove掉 然后把这些missing link给补全 然后重构出一个降噪后的网络 那这个降噪后网络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下游啊 不管是我们前面说的什么 什么那个欺诈用户检测啊 还是在其他的场景 除了金融以外 比如说像电信欺诈 或者像是其他的社交网络上的一些行为 社交网络上的一些 比如说link prediction啊 类似的都可以去做的比较好 对 那我们就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啊 定义给了他一个名字嘛 我们叫他是网络增强 叫做network enhancement问题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network enhancement问题 就我们之后也做了两个工作去解决他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种解决思路 第一种解决思路 就我们认为 如果想要去重构一个网络的话 他是需要一个目标的是吧 但是你网络的 我们希望重构的是一个干净的网络 但是这个干净的网络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是拿不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他的quang choose的 那这个时候 他的目标是不是可以去借鉴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指标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工作就很巧妙认为说是 就俗话说 这个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嘛 所以我们认为你这个重构出网络结构啊 如果你对下游应用是有帮助的 它就是一个好的网络结构 是吧 所以那这么一套流程 其实就我们在一个强化学习的框架里 就做了一个实现 具体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首先啊 在这里设计设立了一个环境体 那这个环境体 它会告诉我们 你丢给他的这个重构的网络结构 它对你下游应用的影响是多少 它对你下游应用有没有一些增益 对吧 那如果有增益就说明你这个网络结构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同时呢 啊 我们这里 我们的强化学习智能体 又会在这个过程中 去帮助我们生成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网络结构 尤其就是一个利用强化学习的 一个比较 并且借助你下游任务的信号的 这么一个框架 OK 那具体的我就 有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具体介绍了 我们可以先直观的看一下这个方法 它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去做降噪吧 那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实验 左边这个是干净的这个网络结构 你可以去清晰 我们去对它做一个 剧类再做一个可视化的话 你会看到它 非常清晰 可以有几个不同颜色的component 代表它 这个不同label的节点 它可能都被聚在了一起 那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上 人工的去加了一些噪音 会发现它这个已经分不开了 这几个component都混在一起了 那最后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框架 去把这个网络给还原出来 我们再对这个还原的网络 做了一个可视化 你会发现它可以帮我们 把这几个component都重新给还原出来 对这些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 那另外我们也把我们这个model 用到了不同的这个领域上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的金融 电信 社交 等等领域中 发现它其实能帮我们提升的是蛮多的 就是能帮我们提升 大概有27.8%的performance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强化学习框架中 去竟然利用到了我们下游这个performance的信息 所以它肯定会对我们的下游performance 有一个比较大的增益 对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 要解决我们那个网络增强这件事情的 第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仔细想象 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解决方案来说 它的特点其实是 它需要知道下游应用到底是什么 是吧 也就是说它在你的下游应用比较明朗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你的性能也可以提升的非常非常高 但是比如说对于一个移动通话网络 我去做我去用前面的这个方法去做网络降噪 那我可以在移动通话网络下去 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性能 但是如果我想说我这个网络 既想应用于你的这个移动 比如说电信场景 比如说去检测电信诈骗用户 我又想把它应用到一个 进入风控领域去点 检测这些逾期用户 那这种方法可能就不太适用 是吧 因为它只基于一个信号 也就是你的下游任务的信号 或者换句话说你在不同场景下 你可能要训不同的 我们这个基于强化学习的这个模型 才能得到你在不同场景下 对应的那个降噪后的网络 这样成本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就multivate了我们去 想去做第二个工作吧 就是说我们希望其实在更理想情况下 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一个 你这个降噪后的网络 可以应用在不同的这个下游场景中 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比较泛化的网络结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去借鉴 你下游任务的一些任何的信息了 而是我们采用一种自监督的方法 想从这个网络数据本身来去对它做一个还原 对那其实怎么去设计这个自监督任务啊 那你所谓你这个网络结构它其实你拿到网络结构 我们说它可能大部分的信息还是有用的对吧 只是小部分的信息会有一些噪音 那对于这些网络中的大部分信息 我们还是可以去利用它来学到你这个网络的一个生成过程的 所以就可以设计这么一个自监督任务啊 也就是说你去这个任务就是说很简单 你就是去你mask掉原始网络中的某一条边 然后再去预测这条边是否存在 对吧 其实本质上来说你也可以把理解为一个link prediction的这个任务 只不过我们的这个呃 光处是自己自己mask掉 也就是所谓这个自监督 对那接下来说就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去query 节点B和D之间是否有一条边 那如果它在原始网络中有一条边 我们就把这条边mask掉 也就是把它删掉 那并且我们还做了一步操作 就是去提出了一种子图的提取的方法 去把这个节点B和D周围的一个重要子图提出来 这个这一步也就是便于我们去处理 这种大规模的数字 对可能因为对于这个BD来说 它基本上只是它的local的一些 neighborhood是比较有用的 并且你做这一步 这一步相当于把每一个tubbing nodes的这个subgraph 可以把它分开来 我们可以去方便后续的处理 也可以去做一些并行化的操作 那最后我们得到这个子图以后 你去看BD之间节点是否存 节点之间是否存在条边 是不是就转换成你 我们提出来这个子图的一个图分类任务 对 那我们就通过去对这个子图 去做一个classification 把我们的这个预测边数存在问题 转换成了图分类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肯定也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的噪声网络其实是我们前面说它有两种类型的编码 一个是noisy link 一个是missing link 那自然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noisy link和missing link它可能会互相打架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我们会想说你这个noisy link和missing link 它之间的识别 它有可能会互相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想这个时候想去query BD之间是否有一条边 那它在这个原图中会发现说 BD之间它有两个commonable AC 那它有边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 对吧 但如果你的这个AD和BC 我们会发现它如果是两个noisy link的话 那它势必 并且我们提前识别出这个noisy link 把它删掉的话会发现 BD之间有边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个missing link prediction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的noisy link会对你造成一些干扰 对吧 那同时你在做noisy link detection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网络里的missing link也会对你这个任务 作为一些干扰 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前面 基于前面的框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我们就想说 那基于这个观察 怎么去捕捉它们之间这个相互影响关系 并且我们希望你呢 missing link prediction和noisy link detection 两个任务可以相互相成 对吧 这就是我们转换后的一个目标 那就我们的一个主要想法也就是说 你在去 比如说你在做 还是我们这两个query节点 我们在做这两个query节点之间的link prediction任务的时候 其实你把这个任务借助于图成金网络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信息流嘛 那这些信息流上 我们是不是得提前对这些信息流 做一个这个confidence的预测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如果这条边它是noisy link的概率比较大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上面走这个信息流的这个比例 或者是走信息流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流量就会相应的去降低 对 那同时反过来我们在 如果我们能做好这个missing link prediction任务 反过来你又可以去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检测 这个noisy link的概率 也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边上它到底应该走多少流量这件事情 所以最终我们提出一个 这么一个这个去造的图成金网络 来捕捉我们这个missing link和nice link的一个互相的影响关系 OK 那最后呢我们就发现 我们这个降噪过程可以 它基本上在不同的数据集上都带来了 也是比较大的增益 我们带来10.7%的F1的增益 对 那到下为止我们已经提出了两种方法来去解决前面的 我们可以叫它网络 聚造或我们自己起的更名字叫做网络增强的这么一个工作 对那第一个工作 它在你下游应用非常明确的时候 它给你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那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这个solution 它在你就是下游应用不是特别明确 或者是你想说希望得到这网络节目 可以作用于不同的下游任务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solution OK 那我们继续 大家还记得之前那个例子吗 就是我们说除了网络中的噪声 其实网络中有更更challenge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最坏情况下的噪音 这最坏情况下的噪音是干嘛 他们就是想说 我因为噪音嘛 它其实是并不是蓄意为之的 但是我们的攻击它其实是蓄意为之的 它是希望能够让你涂抹型的prediction 变得越烂越好 对吧 所以这就引出我们进一步要讨论 第二个研究问题 就是你当你的一些异常节点 它会想方设法去伪装自己 并且去反击我们网络数字的时候 让我们涂抹型失效的时候 怎么去抵御这些恶意的网络攻击 是我们下面想要探讨的问题 那在做这个所谓图上的这个攻击的防御上 其实在做这个之前 我们想问的一个事情是说 你到底攻击会不会对你的模型产生影响呀 对吧 那如果你的攻击在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场景下 它不会对你预测产生影响 我们也没必要做防御嘛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先看一下 在一个比较practical的场景下 在现实场景下 网络上这些攻击者 它到底会不会对模型的prediction 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 第一个这个攻击和防御下的研究 就去探讨了 从攻击者的角度去探讨 那我们其实这个研究会发现说 我们先说这个研究结论 我们这个研究会发现说 对于这些会反击的这些攻击者 会反击的恶意节点 他们做到这个这一点 其实他们做到攻击 其实并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资源 这个攻击者 他可能在完全不知道 你的目标模型是什么情况下 比如说他不知道 你到底目标模型用的是GCN 还是randomworkbase等那些方法 并且他也没有办法去query你的模型 这里的query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比如说作为一个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封控公司 我可以给你把自己的模型 嵌入在一个API里面 你们可以去调用我的API 去访问我的API来得到一些query 那很多时候你这个query 其实是有限制的 或者说如果你去query的多了 我这个封控公司也不是傻子 他肯定也会相应的也会做一些 比如说把你对方这个query 次数太多的账户封掉 或者是禁止你的query牵塞 权限对吧 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么 这么一个实际场景下 他攻击者是否还能实施这个攻击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么一个 攻击者对目标模型一无所知 也没有办法去query你的图模型的时候 能否攻击成功 那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目标模型是什么 我们就只能怎么做呢 我们就只能去提取一个不同的这个图模型的一个通用的范式 对吧 那我们首先去定义了一个非常泛化性的一个query filter 来把所有图模型都用我们的这个filter来进行一个规约 对吧 那我们并且这个filter的一些special case 比如说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 这个filter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参数的定义 比如说这个alpha 当你的alpha去比如说二分之一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你那个 很紧难之就是你的symmetric 这个临界矩阵 就是你大多数gm里面的那个核心元素 同样你的alpha去一的时候 它可能可以 就是random wall based的方法的核心 核心部分的一个特例 对 那有了这个filter 我们就从攻击的角度 它就可以说 如果我的攻击 对你这个filter啊 产生的变化非常大 我们就 这攻击就是一个好我的攻击 所以我们就可以改用这个 攻击前后这个filter的变化 来去衡量你的攻击好坏 那做直接去优化 攻击者如果直接去优化 这个目标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filter的变化的话 其实是成本非常大的 对吧 因为你们看 它这是矩阵的一个k次密 所以它其实 你计算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目标啊 做一些relax 我们就想说 我们把relax到它的一个lower bound 也就是说攻击者 他本来想要去maximize 我们这个目标 我们把relax到maximize 这个目标的lower bound上 那很有趣的就是 你这个目标lower bound 它其实就指跟你图的图相关 就是我们的graph spectrum相关 它其实它lower bound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攻击前后 graph spectrum上面的变化 对吧 也就是你那个agon values的一些变化 是吧 所以我们攻击者三八号 它就可以去maximize这个目标了 当然你去maximize这个目标 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agon values 这个计算它其实也是复杂度蛮高的 是吧 所以我们又再次去做了一个 做了一系列的近似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agon value 基于agon value preparation theory 来去在我们的这个框架下去 是更好的来去近似你攻击后的agon value 从而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目标 并且一个比较效率比较高的一个目标 OK 那最后我们实验结果发现 我们攻击者它其实在不知道你目标模型 任何信息情况下 也会让我们平均 我们的性能平均下降6.4左右 也就是验证了我们前面说的 就我们前面想先验证一下 在practical场景下 会发现你的攻击者还是可以让你的模型 去扰动你的模型 去让你的模型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就motivate我们要去做第二件事情 我们第二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合理 也就是说为了去抵御这些攻击 我们有没有一些抵御的方法 或者我们防御的措施 所以我们相应提出了一个鲁棒的图模型 来去做相应的这个防御 并且呢我们希望我们说这个鲁棒图模型 它又是一个比较通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攻击 我们模型受到攻击以后 我们通过这个鲁棒图模型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robust的表征 它这表征可以通用于各种效应用中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我刚刚说了这个通用的 其实就是可以看这个图 就是我们设计 这是我们设计一个通用图模型的一个常见的范式 或者说其实就是我们 大家可能会现在做一些自监督的这个图模型 或者是做一些图域训练的工作中 这个其实也就是图域训练 还有包括自监督图模型的一个常见的方式 对它又怎么做呢 那首先我们有图数据嘛 那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一个无监督的graphincoder 或者是自监督的graphincoder 去学到你的图表式 再把这个图表式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个浅层模型 来去做不同的这个效应用 对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框架中去做防御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有几种防御手段 是吧 这一个最直观的防御手段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在不同效应用 对应的这个浅层模型上 比如说你去做Nocastation 它其实就是对应一个非常简单的分类器 我们可以在这个分类器 或在这个link predictor上面去做相应的defense 对吧 但是它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需要对每一个效应用 都去设计一个相应的防御的模型 这样成本就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就想说 能不能去研究一个比较鲁棒的一个graphincoder 也就是说当你的攻击啊 攻击者对网络做了攻击之后 我们这个攻击带来风险 就可以直接被我们的graphincoder给抑制住 让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任何一个效应用中 降低了我们的防御成本 并且也可以让我们这个整个框架 更同用效果更好 对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不是也不是太简单 因为你去想要去找一个robust的encoder的话 unsupervised的GN的话 你就需要有一个指标嘛 告诉我到底你这个encoder 什么样才是一个鲁棒的 或者什么样才是一个不鲁棒的 但是现有的这些大部分做这个鲁棒的 robustness的模型robustness的这个指标 它都是停留在说你的label space上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攻击 它可以让你的模型的prediction 出现非常大偏差 它这个就是我们这种modal就是不鲁棒的 它暂时还没有说你对一个影空间 或我们说这个representation space上 有一个比较好有robustness的定义 所以我们就为了去量化 那个graphencoder的输出表征鲁棒性 我们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指标 在表征空间上这个鲁棒性的衡量指标 它是基于一个mutual information的一个指标 同时我们也理论去证明了说 你去优化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GRV这个指标 其实非常合理的 因为你直接去优化我们在表征空间这个指标 从理论下我们可以证明说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成功的抵御攻击者 对比如说网络的一个破谱 以及攻击者对网络的特征 网络节点的属性 以及这两者的一个攻击 对也就是说你在representation space上去优化我们的这个roboting 它其实也可以间接性的去体现在我们的label space上 OK 那最后就是我们通过实验验证 其实我们只需要顺我们刚刚说的一个robots的graphencoder 就可以去免疫你的攻击者给我们这里列了三个下入任务 给不同的下入任务造成了一个负面的影响 对 OK 那总结一下吧 就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两部分工作 一部分就是你在网络是一个带噪音的情况下 在噪声环境下你怎么去做一个脏噪 第二部分就是当你的网络受到一些蓄意的一些攻击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提升它的鲁棒性 所以这两个工作其实你都可以在这个模型的安全性 或者模型鲁棒性的这个领域去给大家一些启发 对所以最后就是感谢这个线上小伙伴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感觉可能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跟大家交流 对非常感谢嘉荣带来的关于图上的鲁棒机器学习的这个报告 讲的也是非常的全面 非常精彩 对 那个这些工作呢 其实对都可以用到那些 比如说一些实际问题里面 比如说anomal detection或者flaw detection 对 这些问题呢 也在实际场景里面是非常实用的一些问题 对 就是有一些实际的场景也在在做 对 也可以看到那个薛老师和那个一些相关的领域是合作比较紧密的 比如说也在和一些金融啊电信啊或者社交啊一些公司进行一些紧密的合作 对也是完成了在这个领域里面完成了呃一系列工作 还是非常深入的做的 对 呃对那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相关的问答 对 大家呢可以通过比如说举手的形式 直接提问也可以或者说呃留言 对都行的 对 哦 好呀 谢谢泽民 我看到有一个小伙伴问有没有对图像隐层乳帮性的研究 呃这部分其实是有的 就包括我们呃最后讲的那个工作 他其实呃我们也借鉴了一些关于图上图像上的一些隐层的 图帮性的研究呃就是这位这位小伙伴感兴趣啊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论文 我们也有对图像上的一些呃相关的一些介绍 就应该可以得到一个一个完善的一个了解 嘉荣老师你好 那个我有一个啊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您那篇应该是22年TWF那篇工作 然后那篇工作的话是判断那个攻击对模型是否有降低的啊 然后我我看您的讲说大概是会把它给relax到图图上面的一个一个问题 然后再通过近似的就是呃应该是分一些分解吧 对通过近似的分解去做 然后然后我想说就是如果不用这种分解对对对就这篇工作 这种不用这种呃 据特征值的分解的方式的话就不用近似的方式去跟效率跟进度的这种影响就大概会多少了 哦 就第三个 对 OK 这其实是影响蛮大的就如果你不近似的话就如果你网络节点数是n的话 你去修改一条边他的cost是 onon的三次棒 然后那我们去做了这一步近似你去修改一条边 他在eagonvalue上面的近似就可以把降低到呃 o的常数级别的一个四大度 当然他这里除了eagonvalue他为了保证进度 我们还去对那个eagonvector做了一个近似他大概呃也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量级的呃他但没有我们这个eagonvalue的这个常数级的这么低 对整体来说呃其实我去跟做近色这方法相比还是降了蛮多的复杂度 嗯OK好那那或者就是说有有做演就一些实验就是说我在那个图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我直接用这种分解的方式去做那呃呃直接去分解的方式去做然后去看到他的那个准确率吗就 嗯嗯嗯规模比较小其实我们做的实验已经规模挺小了就基本上都是几千个节点的对在这几千个节点情况下就是我们去做了一些呃对比嘛就是你exactly去分解他和我们这个去近似他的一些呃实验上的当然我们没有从性能上去做对比我们从这个eagonvalue的近似程度上去做对比就是对比下来其实 还是这个近似的近似的精度啊或者近似的arrow其实还是比较小的或是可以说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对 对好的好的感谢 好谢谢你 对刚才有个问题是说提到那个呃现在有对图像隐层乳邦性的研究吗后面有一个接着的问题是复杂度如何对 呃复杂度如何就刚刚我们聊的那个事情其实也是在探讨复杂度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同学可能想问是哪个工作就是对于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复杂度呃刚刚已经聊过了然后对于后面那个工作就是我们做robot to model的那个工作其实他的复杂度主要是因为最后我们其实呃会把它归约到一个adversary learning的问题上 那adversary learning这个复杂度它主要取决于说你怎么去做攻击的那一步对那我们攻击的那一步它其实占据了整个复杂度其他这个像guard model的训练跟普通的职业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攻击那一部分呃我们暂时没有对它的复杂度做一个进一步的reduce因为我们是直接参考了一些较为成熟的一些攻击框架 嗯嗯好对这里有一个风雪同学的提问说请问老师如何理解图数据的离散性其与数学意义上的离散有何区别对计算有何影响谢谢老师 嗯图数据上的离散性 我数据上的离散性 这个这个问题首先我没有太灵气啊就是嗯图数据上的离散性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啊我就先回答前半部分问题吧就是我认为其实是一个我们也是在做研究过程中需要嗯大家去更好去完善的一个问题 现在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想去对图上的一些结构做一些变化因为它是离散的嘛所以你去比如说倒梯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啊有一些不太OK的一些问题 那这部分现在大部分场景就只是把它比如说去做一个近似比如说你把近似成一个连续空间然后最后可能通过一些sampling啊或者是你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离散和连续之间如果你想把变trainable的你可以通过一些像gumbles of max之类的手段去解决 对那同时你这个离散性呃其实大家如果能看理解我这个工作的话就会想到说呃为什么我我这个工作不去做一个呃比如说deep learning based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其实这也是因为你图上了这个离散性而且不光是离散性嘛其实你会有一个组合优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图上你去呃你有n条边你到底去perturb哪配条边 他是让你最后的一个嗯objective最最优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这里其实才采取的还是一个贪婪的策略啊这也是呃因为你图的一些离散性我觉得会考虑到的一些因素对所以在这离散性上面嗯在图上相比于呃image还有test上这些数据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的但是呃也有一些 你可以去直接拿来的手段去做呃当然我觉得这个手段至于他到底好不好可以后续去做进一步的去研究和探讨对 哦目前哦我刚刚看到有一位同学问CV领域一种认证的鲁棒性受到关注问图鲁棒性有没有类似的发展对这个是有的对是呃有一系列的去做这种认真性的图鲁棒性的工作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记得呃 嗯好像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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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德国的还是什么的学者他在这个方面做的研究蛮多的呃你去搜一下其实大概也就能去溯源到这这这方面的图上的大部分工作了对呃前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呃那个WID同学提到的那个哦对在呃Graph Encoder部分 得到的图会不会遇到数值上的问题或者图很稠密不利于下游任务嗯哎我就不太了解就是是问的大概哪一个工作就我假设你可能想想问最后一个Graph Encoder的的Robot Graph Encoder工作的话啊部分得到的图会不会涉及到数值上的问题就对于这个图稠不稠密 嗯怎么说我觉得肯因为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做这部分研究都是把你的图作为一个input嘛那你图当然你有更多的connection我就有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件好事那同时呃你的图如果就极端情况下如果你的图是一个fully connected的一个图也就是说你每两个几点之间有编的话都有编的话他其实就把你这个图上的这个问题可能 转换成一个转换成一个可以转换成一个可以转换成image上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有人研究过那个图上一些transformer它其实呃你最后可以把规约成在一个fully connected的Graph上面去做去做那个呃类似于CV上的transformer 所以你这个图上的稠不稠密的问题在鲁棒信啊我是说在这个鲁棒信在我们去探讨鲁棒信的时候它一方面可能会给你提供提供一些比如说你有些missing link它是没有办法cover的 你基本的图之前没有办法cover的如果你变fully connected的你可能会可以把这部分信息考虑进来那另一方面它可能会给你的结构有一些更更优的信息那同时如果你对这个图的比如说它就每一条边都有连但是你不对它做一个区分性的话可能呃最后也不利于你得到一个从结构角度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示对 有一个同学问triple i 工作建立在攻击时可以获得原始图结构的前提上吗攻击时可以获得原始的图结构是什么啊啊我理解了啊是的我们是假设说你你拿到图是可以访问的啊这一部分其实 嗯我觉得这个同学问问题很好因为我们在探讨practical场景其实在很多practical场景下你的图原始结构不一定是可以全部访问到的对在这个方面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其他的也是做practical的一些attack的工作也有探讨过这个问题对 对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看到同学们提问也是非常的积极也是非常的 对呃活跃呃 呃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呃暂时到这里大家如果后续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呃邮件的形式去联系家荣呃相信你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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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